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小孩子的癌症 小孩子的癌症基本上比大人少很多 不過以小孩子死亡的原因來算 癌症經常都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雖然少見 但我覺得值得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講一下要留意的病徵 大家都知所預防 我們在講小孩子14歲 這個年齡差異 小孩子主要的癌症最常見是血癌 然後有淋巴癌 或者有中樞神經 腦部、腦肝、小腦等腫瘤 這些是最常見 偶爾也見到一些比較少見的 比如是腎臟腫瘤 有種叫Wimps tumor的腎臟腫瘤 小孩子又比較常見一些 也有一些是眼睛的腫瘤 也是小孩子較常見 首先講一下血癌 血癌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種 血癌簡單講就是白血病 即是製造血液細胞的細胞之母 在我們的骨髓裡面 這些細胞之母 可以做紅血球、白血球、 做血小板等出來的 如果是白血病的話 主要就是白血球 那些製造白血球的細胞 在骨髓裡面不正常地生長 產生很多不正常的白血球細胞 它自己又在骨髓裡面大量生長 這樣就擠壓到製造紅血球 製造血小板的細胞 都沒有定期 病徵你也可以從這個病理可以推斷到 即是說身體裡面有大量不正常的白血球 白血球大家都知道 幫我們抵抗細菌、病毒、入侵 身體裡面有大量不正常 不能夠正常運作的白血球 自然就會有很多不受控制的感染會發生 就說那個人就會經常被細菌、病毒感染很難好 同一時間紅血球會少了 因為那些不正常的白血球 在骨髓裡面 令到製造紅血球的細胞都不能夠生存 所以就會貧血 所以就會見到那個人面青青 很蒼白 血小板也是同一命運 被它擠壓到不能夠生存 製造不了血小板出來 所以就會無緣無故流血 例如流鼻血、流牙血 無緣無故四身乳 而在骨髓裡面產生這麼大的變化 你也可預期很多時候會有骨痛 那些骨痛就不是說 小孩子走完山後腿痛,少少過一兩天就沒事 一直都沒有好轉的骨痛 影響到他上學,影響到他的活動 那些就要小心一點 持續怎樣都不好的骨痛也是要小心的 第二,講一下淋巴癌 淋巴癌也是很多種類 淋巴有些人聽就聽得多,究竟是什麼呢? 即是說身體裡面的水份,即是在血液裡面有水份 這很明顯 但血液裡面一部分的水份 就會經過血管上的小孔 走出身體的組織裡面 即是說在血管外面 作用是什麼呢?當然有很多作用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淋巴液裡面有白血球 那些白血球就可以離開了血管 走去我們身體的組織裡面 如果組織裡面有肥方發炎,有細菌,有病毒入侵的話 那些白血球就在那地方對付它 那些液體走了出去 那怎樣可以回到血管裡面再做一個循環呢? 就有一個淋巴系統 淋巴系統跟這個周身的血管差不多 它也是一些很多管道 那些液體走出去之後 就可以進入淋巴管道 經過淋巴管道就有回收路線 就走回到心血管那裡 走回到血液那裡 等它循環 那樣的 淋巴癌那個病徵 一般通常就是無故有淋巴的地方無故有腫腫了 淋巴最多的地方就是頸、垃圾底 淋巴癌一般有的病徵是會出汗 人人都不覺熱的 那你就出汗了 那些 那些有些就會周身痕 那樣的 因為醫學的進步 在過去那十幾二十年 血癌和淋巴癌在小孩的死亡率就越來越低 即使是有這方面的癌症 如果不是真的很差那些 接受了治療之後 生存率比以前好很多 第三樣癌症其實就沒有那麼好 那就是中樞神經 或者是腦部 或者是腦肝 或者是小腦那些癌症 一直以來治療方面 其實進步就不是很大的 那就是說如果患上這些中樞神經的腫瘤的話 那小孩來說 那個生存機會率都是一般的 那這些病徵是甚麼呢 那通常就說 腦裡面如果有癌症的話 有些東西 就是一路越生越大的話 就會令到頭殼裡面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那通常就會很厲害的頭痛 那些頭痛也是 不是說小孩做功課 口線壓力大 有些頭痛那些 那那些 那轉頭就打機啊 看片啊那些就不算了 那通常就是一些 持續一路都不好的頭痛 那有時候 至少早上會比較厲害 或者是痛到吐 那些痛到睡不到覺那些 就要特別小心 腦部如果有個腫瘤的話 那有些時候有些人會抽筋 那要壓住那些主要的神經 那一路都沒有抽筋的病歷的話 無端端突然間有抽筋呢 這件事就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六歲以後那些 六歲以前呢 比如說發高燒抽筋 是很常見的 就未必過腦有問題的 但六歲之後呢 就很少發燒抽筋 六歲以後呢 如果無端端有抽筋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警號來的 那至於更加少一點的 就是那個Vimstumor 即是說腎臟那裡有腫瘤 腎臟腫瘤呢 通常就是小便有血這樣 那如果小朋友呢 就小孩子的話 就是小便有血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啦 那眼那些腫瘤呢 也都不是很常見的 那但是如果有呢 那個病徵呢 就是說大家 比如說拍照的時候 拍照的時候 有時候以前舊的相機 就是拍的時候 很多時候 閃光燈照到眼那裡 那眼就紅了 那這樣東西呢 我們叫做Red VFX 這東西是正常的 那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那些閃光射下來的時候 直接射到眼睛的瞳孔裡面 射到眼底會直接 那射到眼底就是視望摸 視望摸很多血管的 所以就照到紅色 紅色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比如說照下去的時候 你說閃光燈也好 電筒也好 如果比如說一邊眼睛 就照下去不是紅色的 比如照下去是白白的色的話 那就怕有這種腫瘤的 那就一定要盡快看醫生 另外那些病徵呢 就是會有些邪事的傾向 我自己呢 都叫做曾經呢 在兒科的腫瘤科病房呢 就做過事情 那可以告訴大家 就不是一個 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經驗 來的 看著小孩子受這些疾病折磨 不是一個很受的感覺 那時候我轉要年輕一點 感覺沒有那麼深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有親戚朋友 或者不幸運 自己家人 尤其是小孩子 有這些病的話 可能大概就會知道那種感覺了 如果真的你有第一手經驗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你